Tough Dash F15 很多人敲碗的Tough Dash F15 来了 这是一台搭载GeForce RTX 3070 显卡 定价却落在4万左右的超值笔电 在显卡大缺货 想到一张GeForce RTX 30 系列显卡 可以连去发文一个礼拜庆祝的前提下 真的是满香的 不过整体来说 Tough Dash F15 的实际表现究竟如何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看到外观 这次的Tough Dash F15 整体采用更加方正的机身设计 A面采用雾面处理的金属上盖 在表面印上了大大的Tough字样 并且在右上角采用了2021 Tough系列的新logo 虽然在设计上更加大胆 不过却显得简约俐落 更能应付不同场景 而上盖的T型开口 除了在盖上时可以看到状态灯外 在打开后也能对应背面的散热开孔 同时 Dash F15 一样有 MIL-STD810H 的群规认证 而在IO 接孔上 左侧配置了电源接孔 RJ45 网络孔 HDMI 2.0 USB Type-A 支援 Thunderbolt 4 跟 PD 充电的 USB-C 以及 3.5mm 耳机接孔 右侧则是提供了防盗锁 以及两个 USB-A 的接孔 整体来说还算充足 不过 HDMI 是 2.0 稍微可惜 但有 Thunderbolt 4 还是可以达到两个 4K 或是单个 8K 的萤幕输出 而在重量上 Tough Dash F15 单机大约 2.1 公斤 加上原厂充电器大约落在 2.7 公斤左右 以性能笔电来说算是落在正常偏轻的范围 加上变压气候的重量控制还算不错 除此之外 上盖同样可以单手开合 最大角度大约 120 度 打开后我们接着看到B 面 采用三侧塑胶包边的窄边框设计 搭配了一块 Full HD 144Hz 的 IPS 萤幕 显示效果邦尼等一下来测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Tough Dash F15 并没有视讯镜头 有需求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 接着看到C 面 整体设计风格相较起俐落的 A 面 在 C 面上就比较中规中矩 电源键放置在右侧上方 不过没有生物辨识功能 上排一样是邦尼蛮喜欢的设计 拥有独立开来的音量按钮 当然也可以透过快捷键 直接启动 Armoury Crate 而在键盘上拥有单色的青蓝偏绿背光 Armoury Crate 中有三种效果可以选择 三颗透明导光设计的 WASD 算是C 面比较抢眼的地方了 而在手感上就是薄膜偏 Q 的手感 没有太大的问题 触控板的手感相对一般 不过以这个价位来说可以过得去 如果硬要说的话 邦尼自己会比较期待 方向键的尺寸可以更大一些些 接着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Toughdash F15 的性能测试 邦尼手上的Toughdash F15 最大亮点就是搭载大家期待的NVIDIA GeForce RTX 3070 CPU 则是搭载了10奈米制成的11代Intel i7-11370H 记忆体部分采用DDR4 3200MHz 8GB 搭配一个空插槽的设计 不过要特别注意 8GB 是Onboard 也就是最大可以支援单条16GB DDR4 3200MHz 总共24GB 的RAM 以创作者来说在足够的边缘 不过如果是游戏玩家 大部分使用情境还是够用 储存空间则是搭配512GB 的M.2 PCIe SSD 以及一个额外的M.2插槽空间可以自行扩充 而在散热上 Dash F15 采用了左右两组8次扇液的风扇 搭配5 根热导管进行覆盖 散热表现稍后也会进行实测 不过这两组风扇 在急速模式下的高效能测试中 全速运转大约落在56分贝左右 声音会是肉耳肯听见 如果常在公众场所 例如会在图书馆输出影片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 不过大部分时间 TUF 的风扇控制会是比较积极的 平时其实不太会听到声音 噪音足以忽略 接着邦尼也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次GeForce RTX 30 系列笔电显卡的重点 大家都知道 从GeForce RTX 30 系列开始 NVIDIA 不再将笔电显卡尾部加上Max-Q 而是统一采用GeForce RTX 30 系列称呼 因此在瓦数上 也是所有玩家最关心的重点 以TUF Dash F15 搭载的GeForce RTX 3070 为例 GPU 落在80W 加上Dynamic Boost 可以达到85W 虽然官方名称没有Max-Q 不过这次笔电系列显卡 采用的是第三代的Max-Q 技术 除了在性能上升级外 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强化高效能笔电上的功耗以及散热 搭配上Advanced Optimus 在降低电力消耗的同时 也能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这点在邦尼稍后的续航力实测也可以看到 此外 这次也采用了NVIDIA Ampere架构 重点就是新的Ampere SM 相照上代 FP32 达到两倍的输送量 就如同邦尼先前评测提到的 NVIDIA 正式加入了Resizable Bar的支援 用简单的方式来说 就是CPU 能够一次存取所有VRAM 强化游戏的实战表现 搭配全新光线追踪核心跟Tensor核心 带来更好的光线追踪 以及DLSS 效能 邦尼就直接带大家来看实际表现 首先看到3D Mark 相较起桌机版Time Spy 落在13000 分左右的成绩 Tough Dash F15 大约落在7000 分左右 相近于上一代的GeForce RTX 2070 Super 主要还是跟GPU 瓦数有比较直接的关系 此外 Tough Dash F15 预载的RAM只有8GB 在重度使用上比较容易碰到天花板 邦尼也实测 额外安装16GB RAM 之后 分数也有8-10%左右的提升 而在压力测试上 邦尼采用3D Mark Time Spy 20 轮测试 全程GPU 温度落在大约75 度 而CPU 也是75 度左右 实际测量机身温度 最高温落在机身上侧来到55.4 度 在键盘的按压区域 左右两侧大约落在40 度左右 你可以明显看到 游戏常用的WASD 区域 温度控制还算不错 不过中间会高上一些来到46 度 接着我们直接来进行游戏实测 邦尼测试的第一款游戏 是经典的古墓骑兵暗影 在测试中 不论是在画质极高或是画质高的设定下 都只有50fps 左右的表现 一看就能发现 这并不是3070 的最佳表现 最大的原因 主要还是受到了记忆体容量的限制 毕竟预载只有8GB 所以在增加单条16GB 达到24GB RAM 后 帧数随即就突破了90fps 在高画质的设定下 更有破百帧的表现 搭配上144Hz 的萤幕 操作爽感还是高的 而在刺客教条为经济源中 也是一样的状况 在RAM 没有瓶颈的情况下 可以跑满60fps 最后就是Cyberpunk 2077 在高画质光锥设定为中 或是光锥极高 甚至把画质都开到最低的设定下 都落在30帧左右 明显遇到了瓶颈 毕竟Cyberpunk 2077 只要启动 就能轻易吃满10GB 以上的记忆体 所以一样 在插上一条16GB 的记忆体后 Tough Dash F15 效能还是相当不错 即使是光锥开到极高 搭配上DLSS 也还是可以达到60fps左右的顺跑 如果是追求流畅度 关闭光锥后 也有80到90帧左右的表现 所以整体来说 Tough Dash F15 效能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不过就是预载的RAM 只有8GB 真的偏少 但说到底 4万左右可以买到RTX 3070 真的也没上好多要求的 以邦尼的建议来说 如果主要需求会落在大型游戏或是剪辑 建议可以直上再插上单条16GB 的记忆体 顺带一提 Dash F15 的低面非常好拆 安装难度也不高 要自己DIY算是非常容易 接着 虽然Tough Dash F15 并不是这么面向创作者的机轴 但应该也是有不少人是因为效能而来 所以邦尼也帮大家实测 Dash F15 在Premiere Pro 2020 当中的实际表现 一样采用NVIDIA Studio 版本的驱动程式 测试项目有两个 分别是一般剪辑以及重度剪辑进行测试 首先是一般剪辑需求的测试 采用总长10分钟4K 影片 并且经过简单调色及混音 符合大部分使用者的需求 最后选择Premiere Pro 预设的 YouTube 4K 进行输出 可以看到GPU 加速对新版Premiere Pro 的影响是明显的 所以在以GPU 加速为主的 4K 影像直接输出中 GPU 瓦数的差异 以及 CPU 多核表现就拉开了差距 同时在全影片输出的场景中 若是提供足够的 RAM 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释放效能 接下来我们实测重度剪辑 将会以邦尼这类高效能需求的使用情境出发 测试内容透过 Premiere Pro 的 Dynamic Link 串接 AE Photoshop 进行总长15分钟左右的全 4K 素材剪辑 将会有不少 AE 动画素材 调色 混音及多轨剪辑也会来得复杂一些 从测试结果来看 TUF Dash F15 相较起 GeForce RTX 2070 Super 的机种 省下了 8 分钟 主要还是 CPU 单核以及 GPU 加速拉开了差距 同时 i7-11370H 的单核性能更好一些 所以产生差异的地方 会落在吃重单核性能的动画输出 这部分会争取到一些时间 整体来说 GeForce RTX 3070 搭配 i7-11370H 整体操作体验还是顺畅的 Info 大部分使用者剪辑时所需要的性能没有太大问题 不过邦尼会认为以剪辑需求来说 剩下的一条记忆体插槽 建议就是直上单条16GB 插好插满会是比较够用的门槛 续航力部分 TUF Dash F15 采用 76W 电池 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中 实测在 60 尼特的萤幕亮度下 连续播放 Full HD 影片一个小时 耗电量10% 而在 PCMark 10 现代办公的电力续航力测试中 同样将萤幕亮度固定在 60 尼特 最终拿下了 9 小时整 以效能笔电来说非常不错 不过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在外只有浏览或文书需求 可以在 Armory Crate 当中 打开 iGPU 模式进一步省电 简单来说 iGPU 就是关闭独显 使用内显进一步达到省电 除了可以设定开关外 也可以使用自动切换 邦尼也在同样的条件下实测了续航力 开启后提升明显达到了 11 小时 30 分 大家可以依照情境斟酌使用啰 在充电测试中 邦尼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 200 瓦充电器 1 小时充满 77% 充满 90% 则是用了 1 小时 27 分 最终花费了 26 分 充满剩下 10% 完整充满耗时 1 小时 51 分 对了别忘了 ToughDash F15 也支援 PD 充电 在外使用时就可以不用带 200 瓦的变压器 65 瓦充电器就能直接充电 顺带一提 ToughDash F15 支援 Wi-Fi 6 接下来看到影音娱乐 邦尼手上的 ToughDash F15 采用 15.6 吋 144Hz 的 IPS 显示器 支援 Adaptive Sync 表面采用雾面处理 经过邦尼实测 色域覆盖 63% 的 sRGB 47% 的 Adobe RGB 以及 47% 的 DCI-P3 萤幕亮度部分 邦尼实测室内最大亮度 大约落在 260 尼特左右 整体来说 虽然支援高更新率 在滑动时的爽感还是足够 但邦尼自己会期待 在显示效果上可以再提升一些 而在内建的外放喇叭上 最大音量大约落在 90 分倍左右 实际表现以下邦尼也提供一段实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邦尼也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 供大家参考 整体来说 Tough Dash F15 4 万左右的价位 就能买到 GeForce RTX 3070 显卡 并且搭配上11代的 i7-11370H 整体效能输出表现真的非常不错 尤其在这个显卡抢不到也买不到的时空中 Tough Dash F15 在维持 CP 值的前提下 依旧搭载了 RTX 30 系列显卡 不过在超值的前提下 8GB RAM 的确偏小 重度游戏会遇到一定程度的瓶颈 会建议大家入手后自行扩充 更完整释放 Dash F15 的效能表现 好啦 本期节目先到这边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尼 并且打开小铃铛 即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AI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 at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